常常都不知道減肥的時候要吃什麼 晚餐的時候明明知道要吃的少 可是又怕吃不飽 大家好我是王俊傑接絕醫師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類型的困擾 那王醫師今天提供一個很不錯的減肥湯品 讓怕麻煩的你可以多一個選擇喔 那食材的話有大量的蔬果 詳細的內容可以參考右邊的圖示 大家可以記得截圖 做法的話就是把各種食材切成適量的大小 一般人的話可以選雞胸肉 那如果素食的話可以選擇豆腐 那如果要讓效果更好的話 其實可以在我們的湯品裡面加入元氣茶包 或者是河手屋 那元氣茶包裡面的話有牛磅 還有黑豆 那牛磅的話有豐富的鈣質 鈣質如果缺乏的話 其實會讓我們食慾控制比較不好 而且會增加暴飲暴食的機率 那黑豆的話除了可以增加我們飽足感之外 還可以促進腸胃蠕動 解決我們排便的困擾 而且裡面還有加上黃旗 黃旗是補氣的藥材 讓吃這道湯品的時候可以增加飽足感 還可以增加你的元氣 過度激烈的減肥 很容易會導致腎虛的狀況 有些會導致弱髮的狀況 所以這時候可以適時加入河手屋 那河手屋它可以養血補肝腎 可以降血脂 還有降膽固醇的功效 還有可以迅速的健胃整腸 王醫師最後要提醒大家 減肥是一個長久的事 我們可以試看看改變其中一餐 增加我們的蔬菜量還有蛋白質的量 持劑痕一定可以減肥成功喔 最後如果還有一些減重相關的問題的話 也可以來找JJ醫師喔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下次見